全部一線 不要升金 沒錯 這裡全部一千 我要跳跳的 噴沒了噴沒了噴沒了 等一下受傷心下就變身軸了 我怕給你做生物 這麼好啊 如果覺得海生館要門票的話 其實來這邊逛就很好逛 還可以吃 海生館不能吃 哈囉大家好我是來爸 那我暑假的帶小孩子來野柳海洋館這邊走走 然後他附近剛好真的是剛好有一個龜猴漁夫市集 那我們就順路來這邊看看吃個午餐 聽說這邊海鮮也是不錯 好那走吧 好我們第一個看到呢 這是馬糞海膽 野生的他說野生的 這個是馬糞海膽 這是你自己拿的嗎 這是我拿的 這是這邊的 這邊的海馬 好好好 這邊抓起來的 可以看嗎 可以 來 你要不要抓抓看 吃吃的喔 你要不要看 你要不要拿拿看 不要 我不要拿 那插插的是什麼 紫海膽 紫海膽 這個都是你們今天現抓的 對 這兩種哪一種比較好吃 紫海膽是比較柔 它比較輕微 它就很甜很香 你說馬糞比較甜喔 它都很甜 都很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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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紫海膽是比較重 紫海膽味道比較重 好像海膽味道就是 一顆一百塊嗎 這個一百塊的 這個兩百塊的 它吃了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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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裡面還有海草 好 我們來吃吃看 現剖的 越寒越甜 然後會有牛奶蝦 一百塊兩百 我吃一顆 我剖一顆一百塊的 看看 這樣剖下去了 要含著 它自然會化掉 它自然會化掉 對對對 剛進去有一點海水的味道 對 鹹鹹 會有一點海水的味道 吃乾淨沒關係 這個你吃 好 再來一口 再來一口 它這個味道吃起來 是滿濃的那種海味 不過有點像榴槤 喜歡的人可能會很喜歡 不喜歡的人可能 味道可能沒辦法接受 來這邊你可以吃一顆看看 看你有沒有辦法接受 一顆一百塊 嘗鮮一下 新鮮現婆的 在地活海膽 好那我們繼續逛下去 三杯麥 這個麥有很大隻 一兩五十塊 而且他們這邊的海鮮餐廳 大部分都有自己一個池子 然後養的都是活的 因為他們這邊可能賣的都是活海鮮 所以你也要考慮到他們的耗損率 所以價格都是以兩計價 你可能要先問清楚 你看這邊也是 而且他們標價都標示清楚 黑鉤一兩八十塊 這個還有松月蟹 跟帝王蟹 這隻帝王蟹就超大隻的 一兩一百二十五 我覺得這邊很好逛喔 他這邊都有活跳跳的海鮮 這應該是石雕吧 這裡 石雕還有活跳跳的狗沙 可是不知道一隻要多少 然後這邊也有 這也是賣蛤蟆的 大石斑 還有雞蟆 哇這隻大隻 他們這邊的海鮮店 真的每一個都是活的 這還有一隻 這不知道什麼魚 哇活跳跳的 這個小魚村小小的不大 現在還沒進去 但是他外圍賣的都是活魚 活蝦活蟹 還不錯 這隻傳說中的老鼠斑 這隻不簡單喔 這隻不簡單喔 這隻 這隻是什麼魚啊 這個是梅花斑 梅花斑 它是野生魚 野生的梅花斑喔 喔 這隻是梅花斑野生的 這隻不便宜喔 現在的話差不多在一千二 一隻嗎 對 梅花斑很漂亮耶 如果覺得海生館要門票的話 其實來這邊逛就很好逛 還可以吃 海生館不能吃 好那我們繼續逛下去 這裡呢是龜吼漁夫市集中濟市 裡面呢也是賣了很多海鮮 走去看看 喔這邊海膽一顆兩百 外面剛剛那邊買一顆是一百塊 那是海膽啊 這是河豚 對 他是河豚 河豚 生氣的時候他就會刺刺的喔 有沒有玩過 已經有訓練好了 這隻脾氣比較好喔 脾氣比較好 脾氣比較好 喔喔 喔你看 口罩拿起來啦 來嘟嘴 你要學他一樣嘟嘴 嘟嘴 對嘟嘴沒錯 對第三張 這一隻怎麼賣 我們賣 我們的寵物 喔這隻很大隻喔 對超大的喔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還蠻有趣的 這邊喔看起來不大 但是每一個呢都是火海鮮 非常的新鮮 我看一下 這樣一千五的 看東西不用鮮 這個兩千的 這樣子兩千 這邊一隻龍蝦加十斑 魚還有還掛著兩千的 很划算 這樣子兩千塊 這樣子兩千塊 我再看一下 你如果魚不要吃 可以按蝦子 所以一斤下給你 好我先看一下 等一下 我們要買什麼 啊那一千五 這樣子兩千 送你兩隻套餐 再送兩隻套餐 這個 這很競爭喔 哇 都是組合套餐 喔野生白毛 一條兩百塊 野生黑貓十斑耶 這個不知道好不好吃 你們這要怎麼賣 一斤六百 一斤六百喔 一斤六百喔 對對 這很好吃喔 還是買這個 剛開始的比較便宜 全部五百塊 啊這個黑貓十斑豬 什麼比較好吃 會比較豬身 他這個大小 都是差不多這樣而已 對 不然我抓整隻 好不然我可以自己挑嗎 可以可以 我選整隻 來來 選一個幾隻 喔 喔 喔 這樣 這樣 好 好 這樣 三條過吧 好 這樣就好了 還要買吉他 好 還有辦法拿 有 那你們這是什麼魚子 這雀鳥 這雀鳥 那個三條一百 喔喔喔喔 那你們這都是你們自己的鑽子後來嗎 我自己抓 這用到的喔 我自己釣的 釣一條釣的 六點六十斤的 拿到來這裡賣 這樣 對啊 你怎麼推薦哪一間料理比較好 這間不可以這樣 這間 隔壁這間 喔喔喔 隔壁這間 這煮清湯就好了 這煮清湯就好了 黑貓十斑 這裡特產嗎 對 這家是季節 對 記得是兩個月到三個月 過去都沒有了 不知道爬到哪裡去 我不知道 哈哈 其實差過欧錢 沒關係 哈哈 我的藏鮮 對啊 對啊 那不然我一口吃飽 我就沒辦法再吃八口 喔 那魚仔跟南部 又沒有什麼樣子 你們這裡沒有魚仔吧 沒有這裡沒有 我再看過 你吃看看 喔 好謝謝 這邊的特產 野生的黑貓十斑 好我們再繼續看下去 這樣子五百塊嗎 可以生魚片喔 就是這種大小的生魚片最好吃 你要哪一個 都是五百塊 對 沒有這個好 這個 那我大肆一點幫你 做生魚片 好 我跳跳的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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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比較厚 皮變厚 對 比較好扁 從這裡把它扁起來 好 好 從這裡扁起來 這樣比較好扁 對 有 這樣扁起來有 你們這是自己的魚鑽哪裡來的 阿哥哥在這裡喔 對啊 我們通中的啦 他這個肉汁了 沒有中 在這裡不起來了 你們這也是都自己中的 對 你們剛才有半個月 一個月來囉 被人家都剛才半斤啦 一附有國家有吃 這樣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好 大哥謝謝喔 阿妹 阿妹喔 阿妹妳們要拿一下 阿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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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間是19號 這間是19號 還蠻貼心的 他用礦泉水 幫你洗 你說慶拆拆拆了 這間推薦大家 大發海鮮 處理得非常乾淨 而且老闆也很親切喔 老闆自己 早上手料的 好 謝謝 謝謝 好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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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待會兒找你 好 東西呢 就先放待客料理那邊 這隻 一隻爆漿紅金 一隻350 你如果全家要吃 這隻吃我推薦你這兩隻 這兩隻 這隻五級大沙公 這隻A級的處女生 嘿 這隻都外的喔 不記得穿開的 對 就是水溫太高 熬就掉了開始 身體就準備完蛋了 喔喔 那現在還有跟火的一模一樣 跟火的一樣 兩隻才一千啊 不然你外的那隻三天就超過一千啊 兩隻一千 超大隻的 兩隻一千塊 我們再看下去 看還有什麼的 你們真的可以嗎 這籃球的話你 給孩子吃啦 我看螃蟹好不好 我看一下 螃蟹怎麼賣 這個450的啊 一斤750 這個680的 確定有肉 我看一下 我可以抓嗎 可以啊 小心的幫你抓 有沒有飽滿 飽滿的 確定有肉 確定飽滿的 這個不飽滿的 這個是不飽滿的 全部一千 不要生金 沒錯 這全部一千 啊這個是不飽滿的 對 喔你有勁起來就對了 有沒有挑起來的 對 一分鹹一分貨啦 我我我我挑我挑我挑 可以啊 進來跳啊 我挑這隻不要 有蛋的 這隻很漂亮 我不喜歡吃有蛋的 你要供的 我看一下啊 你要手要小心喔 我知道 這一隻 這一隻大概就快一斤了喔 沒有兩隻快一斤 兩隻喔 啊不然我挑兩隻好了 小孩子一人一隻 這樣子 有扣重了 扣重有了 750 740 740 沒關係 他跳來跳去 740 740 OK 要這邊煮的嗎 對 還要什麼嗎 這樣就好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 來來坐那裡 來坐那裡 老闆 我怕改變給你 坐下 哦 這麼好啊 我先來點點 你坐坐坐 你坐魚 你坐魚耶 魚我給魚啊 都2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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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真的很好 看得好色好色 你如果吃好吃 那裡吃要切 我就快點切 好 你要什麼魚丸 那一包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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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火鍵丸 怎麼這樣 我不知道 我們生地 生地交集 人來我看多少錢 才跟你說 那一包多少 那先比較長 老小人來 才來 怎麼吃一包五包 我就有了 沒有啦 10包幾包 沒有那麼貴 這火鍵丸 這個是真材實料 裡面有顆粒的花枝 250 不啦 350 先看看好了 代客料理四把 中間三央 好 三央四把 白飯 然後再一個炒飯 炒飯60塊 價格算是ok 白飯10塊錢 十三川鯊魚 來了來了 我的芥末 好 這個是剛剛現殺的 koutu生魚片 我活跳跳的 我要吃飯嗎 喔 很脆 也很新鮮 好吃 脆又甜 嗯 脆又甜 真的是超新鮮的 早上剛調回來 然後中午把它買起來 就直接吃掉 要來一口 真的很甜 脆甜 好吃 很脆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佩服 主要就是新鮮 新鮮然後現吃就是好吃 好這是他們的炒飯 一份60塊 這個看起來呢 就是蠻家常的炒飯 味道還蠻香的 這個味道就是一般 人家快炒店裡面的炒飯 這樣的一份炒飯60塊 我覺得算是還不錯 再來一遍 這個真的很好吃 脆甜脆甜 然後這是熏蒸的 哇 它沒有缺喔 我可以幫你麻煩 我不要吃 我可以幫你切 沒關係 要不要吃 不好意思 麻煩一下 剛剛他沒有切 我再麻煩他幫我切一下 因為小孩子要吃 這個其實應該是不錯啦 新鮮的 脆 因為它夠新鮮 所以脆 然後夠甜 好吃 再來一口 這樣三隻 活的 500塊 他會幫你弄一盤 Sashimi 老闆也會幫你切 所以不用錢 只要附這個 代客料理 這一盤就好了 清蒸 當地的野生黑貓石斑 船長 早上自己釣的 當地特色喔 都很好吃 我們來看一下它這個石斑 它的肉是屬於比較細緻的 不大隻 他說差不多就這麼大 很甜 它肉蠻甜的 好吃喔 這小孩子也很喜歡吃 它肉質是屬於比較Q彈氣質的 好吃嗎 小孩子一口接一口 就可以知道它肉真的不錯 小孩子都喜歡吃 再來一口 這個龜吼漁夫四起 算是我覺得真的蠻推薦的 不要浪費 舒服 這個螃蟹來了 花蟹 這兩隻740塊 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這個是滿肉的 試試看 看它有沒有騙人 我們吃飽了 這個龜吼漁港呢 今天逛起來 整個感覺其實還不錯 如果來到台北基隆這邊啊 其實喔 要吃海鮮的話 可以來這邊走走逛逛 好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的 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OK 掰掰